大家好 介绍聊一聊 是吧 国际形势 国内形势 现在是一片大好 是吧 孟加拉已经这个改天换地了 是吧 前任总理 刚刚一个月前被我们维大领袖接见过 并给了好几十亿美金的那老妖婆 是吧 老娘们已经飞到印度去了 很多人说了 是吧 这个孟加拉的这个亲共 是吧 中国实际上是什么 孟加拉是非常亲印度的 当时这个印度为了分裂巴基斯坦 这个孟加拉这个最后独立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是吧 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就是为了把巴基斯坦这个区域 是吧 政治人民就是分裂 本身孟加拉虽然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占八九十 是吧 有人说孟加拉是印度教的国家 并不是 他虽然跟印度政府非常的友好 是吧 大哥小弟的关系 是吧 爹儿子的关系 是吧 但是可能是 他是穆斯林国家 这个 他是非常非常亲印度的 是吧 甭管是亲谁吧 中国是为了削弱 印度是为了削弱巴基斯坦 是吧 东伊 东巴基斯坦 是吧 这个最后独立 那印度 那中国就是为了削弱印度 跟这个孟加拉交好 是吧 据听说给了两百多亿 前日子这个王沪宁又给了五十亿 是吧 一个多亿 一个多月以前 现在啊 这老妖婆从这个孟加拉 是私人飞机也好 是做民航 租用民航也好 是吧 反正是携款潜逃 那肯定是无数的金银细软 是吧 无数的美超 这个 美超 这个英镑 欧元 是吧 这个肯定是携带了好些的金银细软 他逃到印度去了 如果是他没有啊 这些金钱作为一个资本 一个逃 一个逃亡的资本 印度也不会接纳他 是吧 就是接纳 开始接纳他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那最终印度 这个孟加拉的局势趋于稳定去 听说现在是一个 曾经啊 这个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是吧 曾经这么一个人 现在是 临时的 从法国 还是从哪个国家 从欧洲 现在 已经到达了孟加拉 是吧 要组建临时政府 要充当这个总理 当然 这个孟加拉还有另外一个女的啊 比现任这个女总理 曾经的这位女总理 还要年长几岁的啊 年近八十的 可能是这么一个 也是一个 这个反对派的领袖啊 也有可能加入到 这个临时政府里边 是吧 他毕竟在 这个老妖婆从政期间啊 必定把她抓起来了 是吧 现在已经解救出来了啊 这是孟加拉啊 那委内瑞拉会不会也出现 孟加拉的这种情况啊 民众的抗议 是吧 军队的倒戈啊 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也有可能 但是 委内瑞拉可能是更加复杂 是吧 马杜罗 是叫马杜罗吧 这是啥啥啥 这狗糙的是吧 把大选啊 整个这个结果给舞弊了 是吧 就觉得哎 我手里有军队 我手里边有这个 有阻止 是吧 你们这些反对派的人啊 你们这些民众啊 早早晚晚会被我镇压下去 但是现在 呃 不只是美国布林肯宣布这个所谓反对派的这个领袖啊 这个获得了这个 这个 委内瑞拉的大选啊 不只是这个美国 有很多南美的国家 包括乌拉圭 包括巴西 玻利维亚 是吧 俄国多尔这种国家 是吧 都不承认马杜罗这次所谓的胜选啊 都不承认 那是不是在国际形势啊 在国内形势啊 一片的这个这个声讨声中 是吧 在压力下 是不是马杜罗最后也做好了逃亡的这个准备 是吧 是不是所谓的这些军队啊 所谓的这些军方最后也像孟加拉一样倒戈 是吧 不与民众对抗 你看现在孟加拉的这个警察现在都歇业了 是吧 我们公开出来道歉 我们当时接受了老姚婆的指示 面对民众开枪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些刽子手 是吧 筷子手 刽子手啊 这个 你们原谅啊 我们现在都歇业了 是吧 我们都歇着 我们都躺平了 如果啊 临时政府组建国内形势缓和我们的出来工作 是吧 希望大家原谅宽容啊 理解我们 是不是伟人家也出现这种情况 不好说 是吧 现在看似强大的马杜罗啊 哎 我老我老怀疑这名字是不是 倒是不是叫马杜罗 我不查 这个 反正是 现在虽然嘴硬啊 但是呢 人民的力量在一些小的国家里面 是吧 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政局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影响 是吧 韦尼拉本身他应该是一个这个富国啊 因为他的这个石油产量 全世界怎么也得排在前三名 是吧 非常非常的这个矿产丰富 是吧 就是因为有亲共的啊 这种政府 是吧 让这个国家的能源啊 让这个国家的这个财富啊 都流失了 是吧 都被他们的这个独裁政府啊 这个揣进自己的屁兜了 是吧 这种政府早就应该这个被推翻啊 另外美国应该我觉得啊 是不是现在大选啊 腾不出手来 是吧 全世界现在烂截带八糟 是吧 有俄乌 现在又这个哈尔 现在又这个伊哈 是吧 伊尔 是吧 这就有可能中东还出现乱局 可能是腾不出手了啊 就你在自己的后花园啊 应该这个彰显你世界警察的力量 应该把你的世界影响力啊 在你的后花园里边 是吧 你应该鼓涛鼓涛 是吧 这是一个啊 还有啊 这个 嗯 安田文雄 是吧 日本的首相安田文雄啊 这个自民党的领袖 是吧 这个他也出了一个呃 所谓的插战上啊 他自己发了一个这个推特 是吧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我意识到了啊 仅仅谈论宪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是时候思考如何将其变成现实了 明年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 我们党 就自民党成立了70周年 随着我们接近这一重要里程碑 自民党将继续讨论修宪的问题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也是我们党的信条 那就是啊 作为一个首相 作为一个这个自民党一派的领袖 是吧 现在的这个日本的最高行政长官 他啊 说出来这番话 公开的表示了对修宪的渴望 那有可能明年不只是讨论 在三五年过程当中 尤其这个有可能会更快这个修宪 那如果修宪的话 那对中国政府啊 对这个现在啊 横霸亚洲的中国政府来说 那可能是致命的一击 或者是当头一棒 是吧 因为修宪它就不限制很多很多问题 包括自卫队 那就有可能变成了啊 日本非常正规的军队 那正规军队 那使它GDP2%啊 这个美国要求到它到3%或者4% 或者是不是为了啊 遏制中国的这个所谓海外扩张 是吧 所谓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这个军事的威胁 占GDP将来日本是不是军事上的投入 那占GDP啊 是不是会更高 那个比例会更高 是吧 因为日本有人 日本有非常先进的科技 你看这个这个所谓这个F35 是吧 ABC 这ABC包括猛禽 F22 F22A 是吧 包括之前的F16 现在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是不是能大显身手的F16 在这里边都有日本军工的影子 是吧 尤其F35ABC 那都是和日本 包括以色列 包括这个其他欧盟北约的一些国家 共同研制开发的啊 那日本现在的所谓的 并没有真正的航空母舰啊 但是F35B 是吧 这个弥补了这个所谓的啊 这滑翔起降的这个战机 是吧 直升起降的 那所谓这个日本的出云号 那就已经 它的甲板早就修好了 是吧 它就可以搭载多数架的F35B 是吧 那如果放开了啊 那这个所谓修线 放开了日本军队 那日本会在海陆空 非常快速的 这个先进的军舰也好 先进的战机也好 先进的其他领域的发动机的生产 是吧 包括一些导弹 现在是有些限制 你只能打500公里 咱们不太清楚啊 你只能打600公里的导弹 是吧 这个是不是能打1000公里 那你修线以后 是不是能打3000公里5000公里 那都不好说 是吧 如果修线 很多日本的政府的官员 包括民众都希望修线啊 在这大势所趋之下 日本修线那不是一个 所谓让中国啊 这个如梗在喉 是吧 如芒在背 是吧 如刺在心 这种感觉 好吧 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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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